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2012年开始一直到2021年各年各月的还有三大电信业者 各位知道哪三大电信业者吗 龙头是谁 我知道你心里面一定都知道这个答案 对 当然一定有中华电信 有远传 有台湾大哥大 然后只有这三家 但我想应该这就是90%以上了吧 我不晓得 反正他只有提供这三家 行动通信业务用量 所以你应该可以知道这里面就是2012年1月中华电信行动通信业务用量是多少 然后台湾大哥大是多少 远传的用户量是多少 然后接下来2012年的2月 然后这三大电信业者的用户量是多少 好 依此类推 还是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对不对 这边 好 等一下哈 为什么没有那个统计日期 我早上都有算完 吓我一跳 有了 有 这个统计日期 有看到 好 这是我自己算的 好 因为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Tableo 这套软体 真的是很棒的软体 2016年之前 BI LA 它都是第一名 结果它最近的新成品发表 它是说 Ecell加Tableo 世界万能的BI软体 我不这么认为 好 真的 这个代表它越走方向越偏了 实在是很可惜 反正只要是 就是 也不是说我很专业 只是它准备要把它自己最宝贵的 ELT 好 丢掉了 只要它加Ecell 那就是绝对是 大错特错的政策 看 看那个 Tableo 这家公司 如果有机会来上我的课的话 真的是 它到时候真的会受益肥浅 可是 我只能这样子讲 它真的前面的Tableo Prep 才是王道 才是它应该要把它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的 就是 它要做Tableo做大数据分析 之前的数据清理 它是使用Tableo Prep 可是没有人知道Tableo Prep是什么东西 所以才会 它才会想说 好吧 那就只好忍痛 把那个数据清理 用Ecell来做清理 这是我觉得最可惜 可惜 太 非常可惜的一个 一个政策 但是它今年就是这样推 不过 我这边我只负责讲视觉分析 如果 未来我没有进阶 你要知道 像我今天 我还希望能够讲到那个 预测 预测 就是机器学习 这都是很重要 应该要知道的知识才对 好了 反正 其实大数据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就对了 可是你今天 你一定要学会有一种类型的资料 就是 它一年一年给你资料 那你是不是 例如说假设现在是2080年 你可能这边就会有 你就会收集到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一直内推 一直到2079年 2080年的行动通信业务用量 对不对 所以当今天资料一直未进来 我那些统计图表不可能重画 我应该是只要按一个按键 我就统计图表全部都画完 这才是ELT最重要的概念 好 所以今天就要教你这种叫联合 英文是Union跟昨天我们介绍的那个 Cross-Join交叉的一个交叉 也是合并 这个中文翻起来都叫合并 好 可是那是不一样的概念 今天要教的这件事情是 以前在ECL里面 好 你就会想办法去把它整理成一张很长的大表 对不对 就是2013年资料 没关系 我就打开来贴到2012年的下面 2014年的档案打开来选选 然后把数据贴到 例如说刚刚2012年这个档案的下面 然后一直重复在做这些事 千万学了Table不要再做这种事 好 这是对于数据的检查 资料来源一样是那个国家通讯 我讲一下那个全名 全名 资料是来自行政院的开放资料 是由范例 范例的readme 是由那个在这个地方有交通部汇流资讯平台 还有政府资料开放平台是由那个什么单位呢 不好意思 因为我对通讯这一块 这叫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所提供的 好 这是提供给你参考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设计 正如新的 检查